直到現在,還有人為大馬正印花彈抱不平 說她才是生姐在舞台上的大婆 有網友說她現在可以演三少姻緣的石樓 其實也不是 要她再在舞台上跟生姐做兩夫妻 或者做生姐的老婆裡的大婆也不可能 只要寫新劇本 將飲姐的電影《八美沈狀元》改成舞台版 這樣她就可以演狀元八位夫人的大家姐 不是有人認為她再重20磅 比現在更胖更好看嗎? 電影裡這個角色是談難輕做的 所以多胖也不要緊 這位大家姐在電影裡說 我以前很瘦的 只是後來貪飲、貪食、又貪睡 才會胖成現在這樣 其實不是很像大馬正印花彈嗎? 我記得有一幕是新郎歌 她說一次過娶了八姐妹入門 大家姐最後才坐招到場 但一揭開紅蓋頭 就已經嚇到男主角不懂得出聲 然後 譚蘭兄就會唱 我是如花女 你無畏懼 多少青凌男人 爭著彩 最後是怎樣? 八姐妹一起推新郎歌進新房 之後的情況沒有拍出來 或者是很恐怖 如果改成舞台版會是怎樣的呢? 讓我數一下 梅雪絲鄭雅琦、李佩妍、林紫青、琴花女、盧麗絲 好像欠兩個花彈 找哪兩個好呢? 不過如果真的看這個劇 生姐肯做才站 大奇跡